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摄影可以说是很容易的事 拿起相机或者是手机按下快门就有了一张照片 摄影也可以说是一门很难的技术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去评判一张照片的好与坏 没有真正定义上的正确白平衡 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确构图 更没有一个标准来评定什么样的曝光才是正确的 这就让摄影变得让人琢磨不透 如果你在维基百科当中输入曝光值这三个字 就会出现这样一篇内容 屏幕上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公式和数据表格 看得我直透晕 瞬间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当数学家的料 其实学习摄影并不需要这么复杂 想要掌握光线就要学会读懂光线在相机里的语言 无论是在相机界面当中 还是在后期软件里 光线都在通过它的特殊语言 向我们传输着非常重要的信号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读懂直方图 学习这种相机的语言 在通过前两期的旅行摄影101内容科普 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如何设置相机的光圈 快门和ISO 那么在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候 我们除了要注意这三个数值的组合变化 还要同时注意观察相机中的直方图 如果你的屏幕上没有显示直方图 那就需要进入菜单设置把它打开 因为直方图非常的重要 它可以告诉我们此时此刻的曝光状态 就像是个仪表盘 所以通过读取直方图的信息 其实可以做到不用看图像 就能大概辨别此时的曝光效果 如果将直方图平均分为四份 分别给每一个格子标上编号 一号格子代表照片当中的暗部 也就是阴影或者是黑色的区域 中间的二和三这两个格子都是中间点 也就是照片当中不是特别亮 也不是特别暗的区域 四号格子是照片当中相对来说比较亮的位置 比如有光照到的地方 或者是天空这样特别亮的区域 在拍摄中相机里的直方图 有的时候是不会显示这样的格子的 可以通过大概的位置来分辨 但是整体来说 直方图一般会出现四种状态 当曲线靠在直方图左侧的 一和二号格子里的时候 这样的形态说明我们正在拍摄的画面 整体曝光偏暗 这有可能是因为光线暗造成的 例如在阴天时光线比较暗 缺少高光 或者照片当中大多数的区域都处于阴影当中 就会出现曲线靠左的情况 除了光线暗 也可能是因为被拍摄物体的颜色暗所造成的 比如拍摄这样的颜色比较深的植物 或者在颜色比较深的墙面前 都会出现直方图曲线靠左的状态 夜晚的烟花照片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画面当中大多数的面积都是黑暗的天空 只有烟花是有亮度的 这导致了直方图的曲线全部靠在了左侧 当曲线平均分布在四个格子里的时候 并且大多数是集中在中间两格 它可能是这样的中间高 像做小山一样 也可能是这样两边高中间低 这两种形态都说明画面当中 亮部和暗部的分布比较的平均 有暗有亮同时存在 比如白天拍摄外景的时候 这样的曲线非常多见 天空的亮部和建筑阴影的暗部 形成了非常平衡的光线分布 这样的光线相对来讲是比较好驾驭的 拍起来也比较容易 当曲线靠近右侧的两个格子时 它和靠近左侧刚好相反 这种状态有可能是因为画面当中白色比较多造成的 也可能是因为画面整体曝光比较亮 例如在这张照片当中 由于前景中的这两块大理石颜色都比较浅 又是在阳光直射下 在画面当中占有很大的面积 所以导致整体的曝光比较亮 脂肪图曲线会靠近右边两格 在拍摄全是白色的建筑时 脂肪图也会出现同样的状态 还有就是拍摄雪景也是典型的例子 在拍摄这样本身就比较亮的场景时 如果你使用光圈优先或者是快门优先的模式 相机就会自动帮你降下一档曝光 所以需要注意是不是拍出来的照片欠爆了 这样就会导致白色变成了灰色 显得就有点脏了 增加曝光补偿可以修正这个问题 手动校正曝光 有一种非常极端的案例 那就是当曲线只出现在1号和4号格子的时候 这说明此时此刻的光比非常的大 暗的地方太暗 亮的地方太亮 甚至超出了相机的宽容度范围 缺少中间调 这是最不好控制的一种曝光状态了 通常出现在夜晚 建筑表面很暗 而街边的灯或者招牌又太亮了 在拍摄这样的照片时 要么牺牲暗部 要么就牺牲亮部 或者采用包围曝光的方法 再在后期合成来完成 在即将上线的《城市行者实战课程》当中 我会用将近80分钟的时间 详细介绍这两种情况的拍摄操作细节和后期方法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关注我 当直方图出现以上任何一种形态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从中读到一些信号 来判断此时此刻的相机曝光设置是否正确 当直方图曲线贴在最左或者是最右的时候 那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了 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当直方图贴在左侧边缘的时候 说明照片当中有大量的黑色区域失去了细节 一片死黑 这个时候需要调整相机的曝光组合 提高ISO开大光圈或者是降低快门速度 都可以将曲线向右移动达到增加曝光量的目的 例如我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即便后期的时候呢 我故意想要这样的高对比效果 但是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我还是尽可能的保留了所有的细节 才能为后期提供最大的创作空间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性 高光的保留是我在拍摄时最关注的事 因为它比暗部呢要重要的多的多 一旦高光在拍摄时丢失了细节 是无法通过后期恢复的 它不像暗部 暗部丢失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特殊的效果来弥补 比如高对比度 但是高光细节的丢失 对于我来讲呢 就是非常重大的失误了 所以在拍摄时 我更关心高光部分的曝光是否过度 例如在这张照片当中 日落时逆光拍摄 太阳位置严重曝光过度 在后期的时候呢 已经完全无法恢复了 天空当中一片惨白 看上去就很不舒服 这种硬伤导致了这张照片 成为了一张废片 同样是逆光日落 这张照片在高光保留上呢 就要好很多 即便是暗部细节有一些丢失 但是在后期对暗部曝光 进行轻微的提升 再进行降噪处理也是完全可以达到商业用途的标准的 遇到脂肪图曲线贴在最右 可以缩小光圈 降低ISO或者增加快门速度 来达到降低曝光量的目的 在相机和后期软件当中呢 脂肪图有时还会以四种颜色出现 白色代表整体曝光状态 红绿蓝分别为三原色的颜色分布状态 它们和黑白脂肪图的读取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通过颜色脂肪图呢 可以了解到照片当中不同颜色色调的偏向 一张照片的前期拍摄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把前期拍摄呢重视起来 任何重大的拍摄失误 在后期都很难再弥补回来了 曝光错误呢就是最常见的操作失误之一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ID 跟着我一起玩摄影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的话呢 关注我就对了 下面是本期的彩蛋内容 怎么样 有没有惊喜 在Light Home当中 用鼠标拖动脂肪图里的曲线 是可以直接调整相应位置的曝光的 如果你还分不清什么是照片当中的高光 阴影和黑白色阶区域 那这简直就是最大的福利了 有没有觉得从今天开始 基础曝光调整变得简单一些了呢 我们下期见